《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支《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今早的天氣很冷 六點多時 天文台大部份地區錄得最低氣溫 普遍都跌至只有個位數 市區來說最低氣溫是大約8度 新界只有6、7度 強烈季口封信號和寒冷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大家一會出門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保暖 穿足夠的衣服 另外 天文台一直錄得一些雨量紀錄 在雷達圖像就看到 零零碎碎的雨區一直錄過香港 由午夜到今早6點多時 天文台大部份地區都錄得超過五毫米的雨量 詳細的天氣雨色方面 雨的今日會是天氣寒冷 日間市區氣溫會徘徊在9度左右 新界會再低2、3度 天色方面會是密雲和有幾陣雨 風勢方面是吹清淨的偏北風 初時離岸和高地會是吹強風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華南地區繼續會受到強烈冬季季後風的影響 天氣會持續寒冷 不過天色方面 預計明天開始廣東沿岸地區的雲層會逐漸轉薄 接下來幾天我們的天色會好一點 這一節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再見